他被誉为东方的龙梅尔,日军最怕他,二战中名声传遍世界。 说到国民党,可以说是无人不知,说到蒋介石,也可以说是无人不晓,但是我跟你提一个人,你却未必认得他,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孙丽人,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真的认识这位曾经风华绝代的国民党将领。 孙丽人是谁呢?他又有哪些荣誉,值得我们时隔这么多年再去提起他?我单说两点,就足以说明一切,第一,这是一位差点将老蒋取而代之的将领,第二,这是一位涉嫌兵辩,江介石都不敢杀的将领。 孙丽人,安徽人,毕业于清华大学,后宫费留学美国,他有着如同鲁迅一般的经历,却显得更加不平凡,鲁迅是气一从稳,而他却是企图木从军事,并且还在军事方面,有着超乎常人的想法与见识。 他的敌人称,他为东方的龙梅尔,他的同事称,他为国军现在化的先驱者,他打的每一场仗,几乎都可以说是战役当中的典范,那是一场又一场,直接可以搬到课堂上,当作模板进行教授的战役。 孙丽人的军事才能,由此可见。 而在这其中最经典的,当属1942年孙丽人在缅北战场上的那次战役,当时的战况是,西线英军被日军包围,陷入绝境,而孙丽人奉命于危难之间,星夜及时缅北,奔赴战场,就西线英军于水火之中。 要知道当时孙丽人所带的113团,仅有不到1000的兵力,而日军呢?最少也有3000,相信这其中的差距,我们大家可以想象,日军最强的是什么? 毫无疑问就是单兵作战技术,由此可预料,这场战斗胜利的希望,真的可以说是微乎其微。 但是,是在人为,这场战斗在孙丽人的指挥下,竟然如同奇迹一般的赢了,并且还赢得十分漂亮。 也就在这一次战役之后,孙丽人这个名字,彻底燃爆世界。 但是你能够想象吗?就是一个如此英雄的人物,在随后的一次疑似兵变的事件中,被割除了国民党党籍,甚至被彻底地从国民党历史当中抹除掉,孙丽人的兵全被解除,全力被架空,甚至被软禁一生。 这是为什么呢?这里面的原因可猜测的实在太多了,或许是因为数大招讽,又或者是如此一位有天赋的将领,已经让老蒋产生的忌惮,我想都有可能。 说到兵变世界,最后也是被平反了,当局推出的两个悲估侠,也成功地把国民党的那块脏得彻底洗腥了。 那么到底孙丽人有没有想过兵变?谁都不知道。 但是假如那次阅兵真的发生了兵变,甚至兵变真的成功,老蒋会不会真的被取而代之? 要知道被美国推崇被制的并不是蒋介石,而是孙丽人。 更甚至,即使孙丽人背着疑似兵变,纵容不下等罪名,老蒋仍然没有敢杀他,而是选择对孙丽人进行软禁,好吃好喝伺候着。 要知道,这可不像是老蒋的作风呀。